新城乡公所26号上午办理了 光复路人行空间改善工程 继原住民意向改善工程的启用典礼 乡长何理台感谢立委陈寅协助争取经费 并且感谢内政部营建署 华林县政府的县长徐正位补助 让近40年不完善的人行道得以改善 给予用路安全平坦舒适的人行空间 新城乡公所在12月26号办理 光复路人行道空间改善工程 及原住民意向改善工程启用典礼 光复路人行道已经施作将近40年 许多路段都已经破损不完整 严重影响到行人的安全 相当何理台极易追争取 并且透过立法委员诚意的协助与支持 内政部在108年8月合并 光复路人行道改善工程 另外华林县政府配合款的补助 让近40年不完整的人行道 可以在今天完工启用 今天所做的我们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 以及未来新城乡 总统要做一些工程 要非常的谢谢习县长 来给我们支持 一个工程的一个新建 除了中央长官的一个帮忙协助以外 更需要的就是配合款 如果没有配合款 这个工程是无法来进行的 我刚刚特别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门户 就是在新城乡 所以我们整个人行道 就是我们的沿面 就是花莲县的一个北大门的沿面 我们透过陈颖委员 非常的谢谢陈颖委员 跟我们内政部的部长 来给我们争取 让我们这条人行道 能够给我们一条平坦的一条 人行安心的一个道路 现在学生平安市 这家是地方需求 花莲县福都会全力的配合 今天这个是难得 难得这几个月来 真的是晴风万里的一天 刚才真会坐在那里 我觉得我应该要回家 赶快晒棉被 真的是很棒很棒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又把我们的马拉道 把它这个安做好 我想这就是保佑我们花莲新城乡 尤其是保佑我们整个花莲和静平安 那在这里 刚才我们乡长也讲了非常多 无论是北谱的我们新城乡的建设 其实在这两年 真的和乡长大刀过斧 他从来不会想我乡公所有多少钱 他就赶快不断不断的写计划 然后不断的胁迫我说 我没有补助款 我没有配合款 你一定要给我 否则写了再多的计划 中央核定地方如果没有钱也做不成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全力支持 因为这都是花莲县同步发展的宪政 所以我们也要一起来努力 立委成一表示 光复路人行道长度2003公尺 规划宽三公尺人行道 宽两公尺闭车弯 他也相当的积极 跟内政部沟通 争取这项经费来协助新城乡公所 这边真的是晴空万里 这是好兆头 那我刚刚沿路从光复路一路过来 两侧真的是比我以前 来到新城乡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那这整个的两侧的人行道路弄起来 也多了大家可以散步慢跑 还有骑自行车的地方 在安全性上面也增加了许多 那我想今天除了 其实今天的这个过程开幕 这个中间其实是有一些曲折的 那还好商长很努力 那一段时间不断的跟我联系 每天紧迫盯人 逼我一定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还好我们跟银建署那边沟通 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让今天的这样的工程可以顺利来完成 近四十年来为整修的人行道在二十六启用了 是新城乡历史的一刻 向上合理台感谢立委陈寅的协助争取军费 并且感谢内政部营建署 换建政府现场取称为的补助 让四十年不完整人行道得以改善 给云路人安全舒适的人行空间 接着中间的味道 接着中间的外套 接着中间的味道 谢谢观看